我听说你保龄球打得不错是吧 哦 那好早了 这是我提供的信息 是吗 对对 你快说说 你怎么知道 咱们一块打过 他打得太好了 我拜跟他玩 他这个人玩什么东西 他往京了玩 特别吓人这一点 你知道吗 就是你记得吗 你自己定了两个球 对啊 按他自己的手型 定做的 我们准专业的 然后呢 整天背一球包 背着保龄球啊 背着保龄球包 搁在后备箱里 然后就没空 就没空呢 有空就去打一 而且他全是大壶旋 你知道吗 他扔的时候 也是把这腿 伸到后边去 那当然了 不可不不 一腿再牵一腿 来 做个标准的 你走一个 我走一个 你走到喷火的 不是喷水的 不用不用 他一般是这样的 一般是这样 一 二 这样 是这样的 然后一个球啊 真的是 我一直认为是这样的 这样是娃娃 对你呢 你打过保龄球 我有一次一扔 我给你们说一下 你这个是卧云 不是 我跟王老打过一次 保龄球 王老是这样打的 抱上以后说 我扔了啊 人家说扔吧 竟然 诶 竟然 全中 全中 他叫暴龄球 对 保龄球我是90年代初 最早的时候接触的 然后我就非常喜欢他 因为他里边的这个奥妙 还有科技含量 都让我特别着迷 我就请教 请教我们的师弟沙童 他说你得 他也爱的 这个专业的 还给我介绍了老师 后来教了一两次 然后我就自己开始练习 打得最好的时候 我得过北京市 文体明星 保龄球赛的 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 这么厉害啊 您那种天天打吗 没有天天打 我那时候就是在 离比较方便的地方 去买卡 我们都是买卡 然后有球友 有时候球友还组织到 其他地方去比赛 后来打保龄球 后期就放弃 应该有十年了 保龄球赛的 正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